今天要來揭露粉嶺的秘密 以為這裡只有碧畫村和聯和區的美食 其實在一群工廠和農地中間 還藏有一棟收到成仙的道館 走過九曲仙橋 踏進雲偉的殿宇 品嘗齋菜 在免費任吃飯和粥之後 便會去到粉嶺季節限定的白芒田打卡 但不幸發現令人痛苦的真相 到底是甚麼事呢 幸好還有一大片正草在粉嶺市的中間等你 免費免預約 和平常人認為絕對去不到的地方 觀賞百年的苦樹散步看日落 還可以帶狗狗 這麼精彩的旅程就立即出發了 Hi 大家好 我是Kase 龍和儀 她是肯爺 我們今天即將會盡在一個全新的粉嶺一日遊 而我們第一站就會到這個 雲泉仙本 不知道大家還記得嗎 上一段影片我去八仙嶺 我曾經說過有其中一座風我比較喜歡 我也很喜歡那個風 我經常在那邊看日落 對 超棒 因為可以看到整個是黃嶺 而那個風就叫純陽風 亦都是雲泉仙本 他們供奉的同一個神仙 那個神仙叫呂洞斌 事不宜遲我們就拿著進去看看吧 大家要來雲泉仙本 可以在這個粉嶺站達52K 這裡其實是有停車場的 他們是免費的 但就要先到先得了 雖然最近放寬了限聚令 但大家仍然是要戴口罩的 很多人都會問我用什麼 運動口罩呢 我介紹我現在面上這隻 VKC的口罩 但廢話不多說 實測是最重要的 好 來到這個實測的現場 我現在面上戴的這隻 衛生師口罩呢 它的口罩飛沫阻擋能力 是達到160mmHG的 而細菌的過濾率 即BFE 亦都是多於99.9% 但今天呢 反而就是想集中去測試 他們的透氣度 因為這隻 衛生師口罩呢 聲稱它的呼吸阻力 是少於2.4mmH2O 而實測的過程其實很簡單 我就會先戴著這個普通的外科口罩 它戴著VKC這個口罩 然後呢 就跑5分鐘 那我就會測試一下自己的心跳率是多少 那我們看一下 究竟哪一個的透氣度 還有分享一下我真實的感受 Let's go 這麼低啊 我現在心跳大概是63 好 5分鐘 計時GO 待會見 縮光了 戴著口罩廣話的時候 每吹一口 你們看到我都是黏著我的嘴 我們現在馬上量度 看看現在心跳有多少 唉唷 唉唷 濕了 好 現在阿琳 實測了VKC的口罩 我的心跳率大概是40 唉唷 不用出奇 因為我的心跳率真的比較大 現在開始 5分鐘 掰 現在心跳有多少 44 整個臉都出汗 坦白說摸下去口罩都有濕的 但是不會有那種透明了的效果 偷偷偷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完成的實測 跟大家報告一下數字 用外套口罩 跑步池就是63 跑步後就是69 而用VKC的口罩 跑步池就是40 跑完之後就是44 但離身 因為心跳率是很恩人疑義的 純粹給大家參考一下 坦白說 我覺得戴著外套口罩跑步 不算很辛苦 但可能我個人的選擇 我就是真的不喜歡 每呼吸一口氣都好像有點黏著嘴 但VKC的口罩 就是不會出現這個問題的 它的內層是選用了一個 是ESPP的礦過敏 順滑親水物料 可以避免口部產生一點的水氣 因為很多時候 口罩收到水的話 會很影響它的抵禦病毒的能力 我喜歡衛生師的口罩 一來是舒服 第二是有一個比較膚淺的理由 就是因為它真的有很多顏色的選擇 還提供10片妝和20片妝 如果你說什麼顏色都想試一下 就可以買混合包裝 最近它們推出了四種不同的顏色 分別就是栗子的粉紅色 金色 寶石藍 以及一隻灰色 如果大家有興趣去買這個口罩的話 現在用我的優惠碼 還會有95折 還有還會送這個漂亮的環保檔 快點去買吧 本來我以為 球師小巴站的門口已經是牌面 誰知道它進來 這個是有一個更大的 可能有15米高 其實以前度隔的道官 很多都是在叢林裡面 所以他們就會把他們的大門 說了一個名字叫山門 就是你踏入一步就是仙界 踏出一步就是凡間 那你不是剛才大出有大人嗎 有了仙界 出回來 快點好朋友 這裡竟然有你的朋友 我跟他很熟 我跟壽星公很熟 這個沒有一個賣 知道就知道就不知道 一進到門口就有福祿壽三個像 在這裡迎接大家 雲泉仙館是一間島官 源於佛山南海的西礁山 1940年的時候 內地淪陷 很多道女就來到香港 幾年之後就在德庫島西 創立了雲泉仙館 直到1975年才搬到來粉嶺 雲泉仙館不算很大 經過齋館、盆林道 看完寧觀店 即是供奉道教戶發神的地方 以為已經一眼看完 原來近雲偉的建築在後面 嘩 骨頭很滑 我真的沒想到粉嶺 我一向只是覺得有雜士多啤梨 餵羊的地方 竟然有一個這麼漂亮 華麗的正殿 在這個位置 道教的神仙 很多都是由凡人修道成仙 相對上是比較貼地的 但原來他們的建築都是一樣的 道教的建築採用了 傳統建築的院落 三合或四合院組成 中族對稱 而每個殿堂的兩邊 都會有配電和防寫 而雲泉仙館的主殿 就是供奉女祖女洞賓 但值得留意是屋脊上面的裝飾 上面會有望壽、敏壽 碎隻上面還有碎壽 留意一下最前面有一個人騎 在一個縫上面 其實就是仙人走秀 這個設計在古時 可以幫助房屋主人消災解壓 但如果不是寒拍高峰看 都不知道原來屋頂還有一個道字 真是非常震撼 好 現在我們已經來到雲泉仙館的正殿 就是供奉女洞賓的地方 她是一個法力很高強的神仙 她也幫過很多人 女洞賓之所以 受眾人的敬仰 是因為她的經歷 是一個在科舉裡 是屢次失敵的人 即是考不到 終於中了科舉之後 其實她也有一段時間成功過 令她理解到一件事 就是無論你多成功也好 有多少錢也好 在人生中其實都是彈花一言的一件事 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說話 就叫做 但有很多故事軟譯 有些說 女洞賓是你的狗咬 有些說是女洞賓娶老婆 很多不同的故事 挺有趣的 以前就是用這些言語去罵人 現在才知道原來她是這樣的 精電幾邊 你有沒有留意到什麼 是不是有兩個鐘 不是 其實一個是鐘 而另一個那邊是鼓 其實不瞞大家 我們這次絕對不是第一次來 我們第一次來的時候 已經很奇怪 為什麼會兩邊是一個鐘 一個鼓 原來這個是道教才有的 因為鐘和鼓 都是道教的法器 可以通神靈 Pulse的鼓應該是在西面 代表日落的意思 而鐘是在東面 代表日出的意思 我真的試過 我以為去玩東西 誰知道 Precisely 真的在西面 Precisely 很值得大家來 就是我背後的 荷花池 超美 完全是TDB的 拍攝現場 公道現場 裡面有沒有動物 就是青蛙那些 有青蛙 假的 魚 又是假的 哦 哦 見到了 好可愛哦 哇 遠距離好棒 這裡其實周圍有很多糧庭 但它跟普通的中式糧庭不同 就是它們採用了一個八角形的設計 這個是道教 有一個很善幫力的標誌 除了八卦 什麼叫什麼 太極符號 對 太極符號 之外 就是八角形 除了糧庭之外 還熟得留意這個圓林裡面的九曲橋 曲折迂回 古有九九歸一九五之磚的說法 凡事形容九這個數字 都是充滿吉祥尊貴的形容詞 坐在糧庭裡面 看著柳樹飄搖 如果有杯茶 再配合荷花盛開的時候 真是非常之捨意的 有種靜密感 有時候連東西都不想多說 只是想正正地在這裡呼吸和思考 好 那我們現在走完一輪之後 當然要吃一些齋菜 我們進了這間齋菜 就點了兩道菜 第一個就是這個五樓素石斑 其實是糊頭魚來的 我來之前在網上看到的照片 我已經說一定要來吃 另一個就是鮑菇素雞球 其實它有糰米餐 每一本菜大概是九十元左右 我們兩個就包起來 一百八十元 我開始覺得會不會有一點掠貴呢 但其實白飯和白竹都是人裝的 我不客氣了 是很濃稠的白竹 它不是水 很傷色很久了 外皮很脆 但是一瞬間 芋頭就會很軟 再加了一點酸甜醬 這個味道超鮮 很好吃 很開胃 坦白說我覺得這個很麻煩 素雞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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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吃雞 我想吃雞 我們怎樣帶大家來呢 就是我們背後這個 粉嶺平洋的白茅田 沒有說錯的 你經常說錯白茅 其實不是白茅 是白茅 先不要罵 我們在拍攝之後 才知道這裡是白茅田 而不是白茅田 我們去錯地方了 不好意思 所以我們特地 一天再去找尋真正的白茅田 很可惜 竟然發現了很驚人的真相 就是真正的白茅田 竟然不知道什麼時候被人燒爛了 現在只剩下一片的死灰 和一些剛剛生出來的草 真是非常可惜 但今年的白茅 都沒有令人失望的 好大家今天看到我一身的打扮 就知道我今天介紹的三個地點 都是絕對是非常非常非常輕鬆的 看看 兩下 不要不要不要 小心 還有一件事 聽說我們走均勻了整個白茅田 我們唯一找到一個位置 我們覺得是拍得最漂亮的 現在快帶大家去看看 沿著這條最大的路進來之後 會看到一個閘口位 上面是最高的山頂位 但是最漂亮的位置是哪裡 在前面 在前面 那裡可以看到前中後都是芒草 很漂亮 但是有一件事大家要小心 久不久就會有一些金塔或者墳墓 所以大家尊重這裡的先人 就小心走就可以了 已經很大片了 就是這個位置 這麼快就到了 這個位置是唯一一個位 拍不到公路 拍不到墳墳 也拍不到沙塵的位置 全部360度 都是被白螢幕圍繞著的 這裡當然要打卡 話說前陣子就有個觀眾 就想要求行夜 教一下他們 究竟怎樣幫女朋友拍照 我心想 哎 那真的要讓你們學習一下 沒有了 總之小弟獻醜了 你小心學完之後 會花式自殺死 有什麼 我聽到你說的壞話 就後面 拿這棵樹 後面這棵做背景 白毛這棵就做中景 你個人站在中間 真的會拍到我整個鼻子 這麼厲害 不是啊OK 這張漂亮 OK啊 不是啊 它會拿前景啊 我覺得下一個點 我們可以拍一些簡單的構圖 就是真的一堆螢幕圖 等一下等一下 其實我覺得你沒必要下去 你下去 那白毛這麼高 我怎麼拍你 你走前 但就不要下去下面 你就站在這裡就可以了 OK 走回你高度 我頂你嗎 現在就贏了 現在就贏了 其實呢 上到來這個白毛田的 最高位的位置 你看到呢 上面全部都是白毛 我看到網上有些照片很漂亮 就應該是這個位置 剛剛好日落的黃金陽光照射出來 是超級無敵震撼的畫面 我就不知道今天有沒有人落 因為那些雲比較厚 但是現在呢 梳光都挺漂亮的 好 來到最後一個我們介紹的地點 這裡呢 我真的覺得它是一個秘密 也是一個粉嶺的綠色寶藏 不用預約 不用錢 還要是很容易來 而這個地方呢 就是粉嶺高爾呼球場 那這裡呢 就是一個夜行步行徑 是有一點幾公里的 每一天的開放時間呢 就是晚上的六點到十點 那大家來的時候呢 除了可以坐小巴之外呢 其實也都可以開車來的 那它的停車場呢 會開到十一點 這裡之所以呢 有夜行步行徑 是因為粉嶺高爾呼球場呢 其實佔了四十四個巴仙呢 都是有一些很有價值的樹木 那所以一五年的時候呢 他就起了這條步行徑 給公眾去行 下面有一個 车 哇 跳上去了 而且呢 這裡呢 是可以帶狗仔來的 但是記得呢 就要鋪回狗仔 我覺得呢 這裡除了說來鬆一下也好 想想想呢 其實小朋友畢業禮那些呢 來拍照呢 都不採算 來有點像迪恩湖那種感覺 還有公尺 這一堆呢 我猜應該是八千層 因為八千層才會這樣脫掉那些樹皮 好 真漂亮啊這棵樹 看看有沒有名字的呢 有啊 有啊 有名的 它叫鐵東青 Chinese holly 叫它 哇 這個位真的可以看到人 好 三個景點呢 就已經介紹了給大家了 不知道大家最喜歡哪個景點呢 我自己呢 就最喜歡這個 雲泉仙公的 因為我覺得 很難在粉餅這個地方 會找到一個 好像進入了另一個景界的地方 那還可以吃 我覺得很適合老人家去啦 我自己都很喜歡雲泉仙館的 是 你說最最最最喜歡 反而真的最厚 這個 等命高爾夫球場 為什麼 沒有啊 很安靜啊 整個高爾夫球場 我們兩個霸佔了 然後你想怎樣走就行了 這裏之所以這麼安靜呢 其實是因為 真的沒有什麼人介紹過 他們的球戶也沒有高調宣傳過 有幾樣我覺得可以改善的東西 第一就是 本身我來這裡 我以為是可以看到他們官網的 一棵很大棵的榕樹 但誰知道呢 其實是要預約 有tour才可以去看到的 那我打電話去問 他剛才有個 可能接線員 有個接線員的 他就說幫我彈去PR 但是彈完之後 不夠一秒就 對 被Message 叫我留言 留言信箱 而我們是打了幾次的 但我覺得是很可惜的 看不到那些 這麼有歷史價值的樹 我自己個人 我真是私心地 我真是很想去看那棵樹 所以如果你們 都有興趣的話 麻煩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們一起去做tour 可能下次接線新姐姐 就會聽我們電話的 集氣集氣 好了 到最後了 希望這條影片 會令到你更加了解 粉嶺這個地方 那記住 在到訪的時候 都要尊重當地的居民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按旁邊的鈴鈴 或者給個like 我要share給你的朋友看 如果大家對於我們兩個臉上的 這個VKC維心絲口罩 有興趣的話 現在用我的discount code買 是會有折扣的 快點去下面買吧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